老汪回来了 老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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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汪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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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队长 郑小九提到过他们报社有叫汪七的人吗 怎么了 死了 刚接的报案 又死了一个 快 把大家都叫回来 还有 把郑小九也给我叫过来 明白 喂 喂 喂 小九吗 汪七死吧 抓进来公安局吧 哦 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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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家 又是死于古董白尸血 应该是先袭击头部 然后再投进浴缸里 尸体摆放整齐 腿上的血没有一滴喷进到浴缸之外 看来凶手是一个完美主义倾向的人 腿部动脉一刀刺中 本该是慢动性烹剑血迹 但却并没有造成任何混乱 刀骨切入方向成功将血迹 倒入浴缸内 应该算是神奇了 能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吗 死于黄岸之前还有之后 可以确定死亡时间不超过两个小时 是在黄岸之后 如果是一人所为 那凶手的行动速度够快的 十二个小时之内连杀两个人 尸体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一个小时前 死者的妻子中午回家的时候发现的 而且她妻子 提供了一条重要的信息 昨天早上王熙收到的一个快递 是一封恐吓信 信上只有一句话 你将下十八层第一日